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张有华 我们今天开的是特别的节目 就是在1月8号 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后 所遗留的空缺中山区 还有北松山的立委的席次 那由国民党的王洪威 他碰上了民进党的吴一龙 那今天选战的结果已经全部出来 那首先呢我必须再讲 我在网络平台还有视频里面 我今天讲就是说 这一次的投票率大概是四成二 果然被我料中 然而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说 投票率虽然低 但是各位看看王洪威 他的得票是六万零五百一十九票 而吴怡龙的是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九票 他的得票率 王洪威是五十二点三 吴怡龙是四十七点一 这个中间差了一个五点一 就我所知 国民党的民调从事先到事后 都是赢八个百分点 那现在只赢了五点一个百分点 那显然这一次的投票率 对王洪威来讲是不利 对吴怡龙来讲是很有利 因为大家预估吴怡龙至少会输八个百分点以上 所以我们的评估从这一次的投票率跟得票率 我们得了一个结论 我就想请问景胜兄 香港的景胜兄陈景胜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特别请他来谈谈 你对于得票率跟投票率的看法 因为你跟我之间大概有意见上面不一样 因为我一直认为赢八% 那你认为会赢得惊险 那你就可以说一下 你为什么认为吴怡龙会赢 王洪威抱歉 王洪威会赢得比较精简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参加有话直说的主持人 我的台湾的好朋友张有华先生的邀请 和参与于他的这个一个节目 那么有华兄在台湾的媒体界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 他可以说除了李瑶 陈文倩以后他现在台湾的名嘴 他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那么我也不是这个吹捧他 因为他在历次的大选中 他都能保住最强劲的是这个理据 他作出的那个判决呢 作出的那个评估呢 是应该是在民调当中是最接近 这个出炉以后的那个事实的 那么这一次呢对王洪威对吴一龙呢 选前呢 一般呢都是认为了王洪威是甩开了 那个吴一龙呢大概有12个百分点 那么民调呢一直是王洪威是遥遥领先的 那么我也在一些节目中说 那个王洪威胜吴一龙呢 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那么现在的事实的出现呢 就是今天的选举结果呢 王洪威只有赢了吴一龙五个百分点 是不是啊有话兄 五个百分点 五个百分点 就是非常的接近 也就是赢了还是很惊险的 如果这个现在的投票率呢 四成二的投票率呢还是比较低的 如果投票率再高的话呢 就王洪威就优势呢就会越来越小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有话兄 是 因为现在呢这个台湾的民众呢 因为那个经历了刚刚经历了九合一的选举呢 民众的投票的意愿呢是非常的低 那么最近呢加上这个民进党内部 尤其是高层他们呢在关于苏贞昌这个位置的问题呢 赖清德的主席的争夺呢就是高层在内斗 那么所以呢他们没有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去支持吴一龙 那么这次呢吴一龙呢可以说他自己也嘲讽自己啊 说是一个人的江湖啊这个民进党的同伴呢都很多都没有支持他有的还这个在背后放冷枪 所以我觉得吴一龙这一次他的努力他能得到了47%的这个投票率呢 我觉得他还是衰败游勇的我是这样一个看法 吴华兄 那对于谨慎兄的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看本命区 那现在就是中山跟北松山的两个本命区 坦白说王宏威的本命区是在北松山全部大宁 可是在中山区是持平 那你认为民进党在中山区的本命区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赢过王宏威 那更重要在选前民进党一直认为说中山区他会赢过王宏威 但是也没想到中山跟北松山全部都输 有关于有发生这个问题呢 就是要比较了解台湾的那个选区的这个结构才能知道 因为我毕竟是在香港 虽然我也关心台湾的时事政治 我现在也在做港台的大白话节目 但是呢 我有三年多没有去台湾了 也只是在那个网络上在通过台湾的朋友 尤其是有华兄经常跟我通电话 也会介绍了一些台湾的情况 让我有所了解 我有华兄我最后一次跟你见面是2019年的7月份 那次我还记得在红堪台湾的那个红堪茶餐厅 你和那个张亚忠我们几个人一起到现在已经实施住住有三年半了 那么我想 对我想在最近呢就是今天呢香港那个已经开始开关了 那么也是个大好的一个利好消息 我想今年呢三月份呢 我应该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呢 我应该可以到台湾来拜会你 向你请教许多台湾的问题 那么关于你刚才讲的那个台湾第三选区的北松山 这个选情的具体分析呢 我就是不敢在你面前观光面前 那你客气了 那你客气那你客气 就是说那我在有话直说的节目 我一直讲 我比较关注的是中山区 因为中山区这一次民进党失败以后 他极有可能 极有可能在八年以内 他拿不回来的 所以这个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那事实上我们也那个知道 就吴一龙跟王洪威他们两个人的条件 你来说的话 那王洪威有一点不如吴一龙 因为他中途的落跑事件 那这个落跑事件使他的民调虽然很高 但是也引起了民进党这些基本盘的不满 所以从这次投票里面我们看了出来 王洪威是赢的惊血 但是国民党就从此以后就在宣传 就是因为王洪威任职不到七天 他就选立委 那未来侯友谊可不可以比照王洪威的模式 新北市长干了两年 一年半 一年不到 就是可以出马 角逐2024的大选 我知道在这一方面 那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 那我认为现在国民党 他有三个人选 第一个人选就是侯友谊 第二个是郭台铭 第三个是朱立伦 从民调上面现在看来 如果是侯友谊出来可以完胜 那郭台铭出来也可以选胜 那朱立伦是胜算没有 所以现在整个国民党都在拱侯友谊 就是王洪威这次的落跑 他还是选得不错 然后他击败了吴一农 况且这是王洪威的第一次的选举 这个对吴一农来讲是第二次 吴一农的经验是比王洪威来得丰富 那现在国民党就想要引述这个案例 说未来侯友谊 他突然跑去参选2024的大选 这个包袱 落跑的包袱 甩开了以后 那你认为侯友谊的胜算 跟赖清德相比的话 他的胜算到底大不大 这个问题有话兄讲得非常好 因为九合一选举过后 现在我们已经正式踏入了2003年 那么2004年 2023年 那么2024年 就是很快 一年 那么选举2024应该是在1月份 1月份 上任就是在5月20日 实际上很快一年就过去了 那么国民党就马上 大概应该在上半年左右 就要推出一个强劲的候选人 那么我觉得 刚才有话兄提出的三个候选人 实际上 前两个有点优势 朱立伦我就不太愿意讲他 因为为什么 先把朱立伦给排除掉 因为他在2015年 换柱的时候 我跑到台湾去支持红秀柱 我在香港成立了红秀柱后援会 也出了很大的力 那么朱立伦最后 就是通过国民党的一些高层的大佬 就没有通过很正当的途径 就是用大佬的那些意志 就把红秀柱给换掉了 那么对国民党整个选情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结果朱立伦输了300多万票 输给了蔡英文 那么这次他如果心还不死的话 那他就是国民党的千古罪人 所以他现在的民调 实际上是排到最后一个 所有的政治人物当中 实际他是排到最尾一个 我劝告朱立伦 就为了国民党的大局 就不要出来搅局 也不要出来限制张山 限制李氏 做好一个造王者 这是他最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侯友宜 或者郭台铭能够上去 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我觉得虽然现在外界有传出 他们两个人 侯跟郭已经有见了三次面 但是我感觉到 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就是在选政府领导人的合作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何友宜 现在是一个400多大城市 人口的大城市 新北市 而且他已经干了8年的副市长 又干了4年的市长 现在又连任了市长 那么他这方面 他如果叫他去干一个 副的地区领导人 我觉得他是不愿意干的 他宁可做鸡头 也不愿意做凤尾 那么郭台铭同样 他是一个成功的 一个台湾首富 他在2020年 他就跟韩国瑜 在争那个候选人位置的时候 他就是要做老大 他就要求韩国瑜 让位置让给他 但是后来韩国瑜 也没有让给他 最后就两个人 也可以说是包欢而上 但是郭台铭 如果叫他做副手的话 我觉得他也不可能 所以我最近 我就提出了一个看法 就是如果侯友宜 真的他狭大的民调 高民调 能够代表国民意义上初选的话 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要找一个合作的 就是一个副领导人 这个一个伙伴 我就向他推荐了张亚中 因为侯友宜 其他的各方面都可以 就是两岸问题 关于两岸的关系的认知 跟国际的认知 我不能说他是白纸一张 他就是一个很欠缺的一个人物 可以说他根本没有研究 叫他讲出来 不要叫他讲一个小时 如果开辩论会的话 他不要说讲一个小时 讲十分钟他也讲不了 李华兄你说对不对 所以呢 他是不深意 找郭台铭做这个合作拍档的 那么如果张亚中 他对两岸问题有研究的话 他可以对侯友宜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填补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物 那么郭台铭呢 因为他毕竟呢 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那个政治上呢 也缺少历练 所以他呢 如果说真的侯友宜能够上去呢 郭台铭能够协助侯友宜上去 那么到时候他有兴趣 在台湾的那个地区的那个 当局做一个领导人呢 我认为呢 他做一个隔魁也是可能的 那么如果说朱立伦 他能够支持 跟他们合作好 做一个不分纪律委的第一名 进了那个台湾的立法机构 以后呢 做一个选举当中 能够成功做一个立法院的 那个复制人也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话兄我这个就这么说 对 但是那你不是对侯友宜很有意见吗 那事实上 对 事实上 事实上我对侯友宜 他有三个看法 我在网络平台跟视频 我也讲过 第一个 他没有一个安全团队 那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地方型的诸侯 他没有安全团队 第二个 他也没有自己固定的班底 那第三个他也没教育团队 那第四个他跟台湾的军方也不太熟 对 只不过他现在是高民调 那这一种高民调 在选举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不算数的 有的 你看韩国瑜刚刚出来的民调 都胜过了赖清德跟蔡英文 对啊 领先高他们很多啊 你看那个韩国瑜的造势大会啊 对啊 那你认为如果国民党提名的是侯友宜的话 如果是用征兆的方式提名侯友宜 会不会是一个适当的人选 如果说朱立伦 郭台铭侯友宜就三个人 里面出一个的话 那当然只能选侯友宜啊 后面两个都不行啊 你说对不对啊 对啊 如果再有一个好的人选 如果说国民党有意 把韩国瑜再请出来 那么能再恢复 能重演那个2018年的寒流呢 我想这个可能性也已经过去了 因为这个机会 人生的机会啊 往往就这么一次 你再重复 扑制那个寒流呢 我想时过境迁 机会不是很大 韩国瑜如果要出来 再胜赖清德的话 我觉得胜酸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如果说 那个侯友宜出来呢 还是有一点胜算的机会 所以呢 国民党一定要想清想楚 不能说 每个人在想自己的自私之力 想自己谋大位 所以主要就是要如何 把民进党下架 把两岸争取一个和平的一个环境 你国民党上台 两岸就基本上就打不起来 对吧 所以有的人还希望 民进党最好上台 他搞台独 让两岸把大陆 把这个民进党给消灭掉算数 那我原来有一个想法 但是现在为了中华民族的不兴 跟台湾 跟我们早日回归 和平回归 我还是主张和平的方式 尤华兄 对 好 我们国民党谈完 我们现在谈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在九合一地方选举 接连三败 一败 就是 县市长 几乎都已经败光了 除了他四加一 南部的四个县市 加一个澎湖县 一个小县 澎湖县以外 那民进党的家底 通通败光 所以就导致了 很多人要苏贞昌下台 那现在他又二败 他嘉义市长 市长延长赛 他又败 那现在是三败 三败到什么 台北市长延长赛 他又败 接连三败 那你认为苏贞昌会不会下台 在目前的形势下呢 苏贞昌他自己 他是不愿意下台 那么蔡英文呢 我看他 他现在呢 如果他同意苏贞昌下台呢 对他的这个整个局势 他的那个 治理台湾的班子的 缺乏了稳定性 我看他 他也不愿意让苏贞昌下台 而自己来承担很大的责任 最少苏贞昌是蔡英文的一堵防火墙 有什么事情 就是坏事情 让苏贞昌去承担 你如果换了 那个其他的人 顾力熊 或者其他人上去呢 我觉得未必 能比苏贞昌会干了好一点 那么苏贞昌他最近不是搞了一个 那个还税于民吗 这个事情 虽然这是 蔡英文原来是同意 不同意 所以要把钱用在刀口上 现在苏贞昌又宣布 他可以还税 台湾的民众六千块钱 那说明 就是蔡英文跟苏贞昌 还是唱了一台商皇 蔡英文说不同意 苏贞昌最后就说同意 那实际上就给苏贞昌加分 就是给他铺垫 就让他能这个位置上坐下去 对吧 得到那个选民 大家说 苏贞昌还不错 还想到台湾老百姓 那说明这个这种迹象呢 就透视出这一个 他们的那个布局 就他们这个想法 我说明的认为呢 苏贞昌 在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的情况下 他还会继续干下去 那现在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说一下 王宏威是赢得惊险 吴一农是苏的漂亮 那接连三败 1月15号 民进党的党主席又要改选 那苏贞昌不下台的情况之下 一个前提假设 如果苏贞昌不下台的情况下 赖清德接了党主席 你认为民进党在接连三败以后 还有一败 大概是南投县的立委的补选 如果那一场他再败的话 你认为2024年 赖清德的路走得下去吗 这个赖清德在这个现在的时候 他选上党主席 对他2024只不过是拿了一张 选举大卫的一张门票而已 但是他到时候的选举的胜败 我对他不是很看好的 但是他现在政治是非常的复杂 也是非常的调诡的 他现在就是蔡英文 赖清德和苏贞昌 形成了那个三角的一个关系 就互相之间牵制 谁都不让谁好过 蔡英文从心底里 是不想让赖清德上位的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 因为赖清德后面 还有很多台独的民进党的大佬 在后面支持赖清德 但是苏贞昌又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他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三年多 你说他具体怎么样干了很差 那很多支持他的人说 他包括他自己说 他挑担挑的很累 你们不要看我挑担挑的 也不是容易的 看人挑担不吃力 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干了 就知道很累了 我觉得他这个说话 还是有他的道理 所以他们三个人形成了一个三角的三角都 台湾人喜欢讲三角都 他现在民进党就形成了一个三角都 也是一个我们就可以观察 也是一个政治的一场民进党内部的一场大戏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观察一下 李华兄 好的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跟谨慎兄 跟各位观众分享到这个地方 不过我还是说个一句 国民党在赢的时候 不要得意忘形 因为到了今年2023年的三月到四月 究竟国民党会采取初选的方式 还是征兆的方式 这个还是有的争辩 那我们反过来看民进党 现在他们已经定于一尊 就是赖清德 所以台湾的政局 我们真想要了解的话 应该是从今年的 2023年的三四月间 看国民党如何提出选举提名办法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分析 现在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谨慎兄 好 谢谢有华兄给我这个机会 请各位网友关注有华直说的这个节目 也谢谢大家能够关注我陈景胜 港台大白话的节目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